选手们卖力在赛场中展现练习成果希望取得好成绩 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议即将在5月4号在台中体育运动大学来登场 多项赛事已经先行展开 不过却惊传多名选手在一家商旅用餐之后 陆续出现了腹痛腹腺等症状 疑似集体食物中毒 29号的一个上午4点58分 有收到我们澄清医院平等分院 一个通报说有两位民众 那当时的时候是没有表明说是选手的身份 那医院有通报两名的一个民众 有入住中区的某饭店 那因为有食用餐厅的一个自住室的一个早餐 那后续呢有发生说身体无视的一个症状而就医 根据了解27号时就有选手反应出现拉肚子等症状 且因为拉肚子导致全身无力无法参赛 29号上午食安处接获有两名选手食用饭店早餐之后 出现腹泻症状 截至29号晚间 共有10名选手出现呕吐拉肚子的症状 其中有9名送一治疗 接获通报之后 那卫生局这边也立即启动了食品中毒的一个调查小组 那我们也就个案还有工上的一个场所来进行调查 那相关的检体也进行了一个采检 所以说目前呢我们已经有采集了食欲检体 环境检体那目前已经在送宴当中 那至于人体检体就是包含我们患者还有除工的一个人体检体呢 目前还在怎样当状况 食安处表示根据多名就医选手描述 疑似是吃了生菜沙拉才出现不适 获报之后已经立即进行个案 工善场所调查以及检体裁检等工作 最快预计在两周之后会有初步的结果 并要求饭店暂时停止公餐 将进一步追查原因 静阳中环台中采访报道